庄子有言,智人之用心若静,不将不赢,硬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意思是说,智者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不藏一切恩怨是非,来者计兆,去者不留 所以能行事果决,随物而应 人生如行路,虽有一路艰辛,但也有一路风景 苦恶失意时,请记住这四句话 学会自己给自己撑伞,自己给自己快乐 物来顺应,跟自己过不去,是大多数人痛苦的根源 人生在世,不过匆匆数十载,哪能万般尽如人意 人到了一定年纪,更应该明白,这世上有很多事,我们无法左右,也无力改变 唯有学会看淡,懂得随遇而安,才能减少痛苦的滋生,活得通透释然 苏氏一生幻海沉浮,颠沛流离,受尽了命运的波折 年少中近视,本是春风得意,谁料亲人相继去世,自己的仕途也一落千丈 各种悲痛难以想象,换作一般人,怕是会抱怨老天不公,自怨自艺一生了 但苏氏没有自暴自弃,命运给了他最深的恶意,他却转过身,将其刻成人生最壮丽的诗篇 被贬黄州,他开荒种地,青耕田园,字号东坡,打着牛角,高歌一曲 竹杖盲邪,青圣马,谁怕,一缩烟雨,任平生 被贬惠州,当地地势偏僻,瘴气弥漫,生存环境恶劣 有人纷纷来信安慰他,他却不慎在意,积极治理当地 直言,日盐荔枝三百科,不辞长作岭南人 被贬海南,他凭一己之力,开一方文脉,兴办学堂 使得这块蛮荒之地,书生朗朗 闲生似奇,留下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其绝,灌平生的传世佳作 无论生活怎样的百般刁难,无论处境如何的痛苦不堪 苏世都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 他适应环境,适应环境,走到哪里都在完善自己,成就他人 正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人生的得与失,成与败,繁华与落寞,不过就在一瞬之间 有时候你执着的越多,烦恼就越多,苦闷就越多 倒不如放下我职,随遇而安 内心强大,处处都是舞台,内心安宁,所见皆是风景 未来不赢 许多人一想到自己的未来,便忧心不已 可未来的事不是你我能控制的,过分担忧只是徒增烦恼 作家林清璇讲过一件自己小时候的事 家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中有很多树 父亲规定小孩扫完院子才可以去上学 大家都很不情愿扫地 父亲便教了一个方法 扫地之前把树摇一摇,把明天要落下的叶子先摇下来 这样一来,两天扫一次就可以了 第二天孩子们扫地之前都先用力地摇树 结果发现树摇得比扫地还累 最后终于把明天的叶子也扫干净了 正得意时,一阵风吹来,又有树叶落下来了 大家很诧异,于是便聚在一起商讨解决的方法 最后得到一个结论 可能是摇得不够用力 明天再使劲摇一摇看看 第二天一早,兄弟几个便拼命地摇树 结果把好几棵树都摇死了 但不论我们怎么用力摇今天的树 明天的叶子都不会预先掉下来 这给我们一个生命启示 一个人活在今天 只要把今天的地扫干净就好了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心 明天的落叶 春来花子清,秋至夜飘零 这是万物固有的规律 我们无法强求 有时候真正让我们感到恐惧的 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一颗恐惧未来的心 就像古代齐国的那个人 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 自己无处存身 甚至为此吃不下饭 也睡不着觉 每天活在焦虑中 岂不说天不会塌下来 就算天塌下来 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人生没必要 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 与其提心吊胆过日子 倒不如做好手头的事 专注于眼下的生活 如果你整日忧心忡忡 焦躁不安 越不想发生什么事 就越偏偏会发生 但是当你只顾从容 淡定自若 不管未来如何 都不至于手足无措 试着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吧 总有一天 你会找到想要的答案 当时不杂 因为工作原因 我认识一位连续带出了 几届冠军的篮球教练 这个教练有个习惯 每次比赛 他都会把预测的结果 写在纸条上 并密封起来 直到比赛结束 再把预测结果 拿出来和别人分享 当然预测结果和比赛成绩 是相差无几的 甚至有人怀疑 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 他却说 我只是让我的队员 心无杂念地 做好眼前的事情 不必在乎输赢 也不必计较得失 出于这样的本心 他的球队连连获胜 人的时间和精力 都是有限的 倘若做着手头的事 心却想着后来的事 过分计较得失 反而可能会失去一切 结果固然重要 但专注眼前 奋力一搏的过程 才更为宝贵 就像曾国藩说的 当读书 则读书 心无浊于剑客也 当剑客则剑客 心无浊于读书也 亦有浊 则思也 心无杂念 把握当下的力量和时光 才是通往成功 最快的通道 朋友曾向禅师请教 生活当中应该如何修行 禅师答 鸡来吃饭 困来眠 那人不解 吃饭睡觉也算修行 禅师答 常人吃饭时心里想着事 睡觉时心里想着事 自然不算修行 倘若吃饭就是吃饭 睡觉就是睡觉 那便是修行 与其整日喘喘不安 倒不如做好当下最有把握的事 人生最可怕的不是屡战礼拜 而是犹豫不决 瞻前顾后 如果没有专注的精神 必将一事无成 既过不练 了凡思讯中说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过去了就成了历史 无法改变 过去既是养分 也是束缚 一个人想要真正成熟起来 就必须把过去养分的部分 化为今日的土壤 看淡了 一切不过是无常 庭院里种满了花 寒冬来临 万花凋零 小徒弟看见师傅 若无其事地打扫着落叶 哀伤地问 师傅 您就不难过吗 师傅平静地说 我昨天已经为他流过泪了 待春天到来 庭院里花团锦簇 百花争宴 小徒弟手无足蹈 见师傅又是一副 无动于衷的样子 就忍不住问 师傅 您不是喜欢花吗 院里的花都开了 怎么不见您有多开心 师傅笑着说 我昨天已经为他开心过了 无论昨天发生了什么 对于今天来说 都已成为过去 爱过恨过 皆成经过 好事坏事 终成往事 我们抓不住世间种种美好 也抹不去生命所有的暗淡 那些过去的人和事 任你千般不舍 万般留恋 都是云烟 人这一辈子 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没什么过不去的 只有想不开 看不淡的人 才会赖在回忆里 自作自受 青山圆不老 味雪白头 绿水本无忧 阴风重面 既然选择远方 就不要留恋过去的温暖 带上你的倔强和骄傲 一直朝前走 别回头 智者活在当下 快乐豁达 愚者迷失岁月 止步不前 风风雨雨 大半辈子 咋爱过 拼过 哭过 笑过 且按自己的心意 接着过 2020年下半年 愿你不慌不忙 活好自己 珍惜当下 不留遗憾 往后余生 愿你接受生活的万般挑战 默默消化掉所有的痛苦 勇敢快乐地活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